我在外面的品牌是賣這十多錢的 太高哦 變得很貴哦 三口錢的 其實就是我最討厭吃什麼 吃什麼吧 當初你有了我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不要 等下的時候 這樣沒 到底發足 有沒有告白 我會偷偷嘴嘴嘴嘴嘴 What 哇 又要這樣爽的啊 我怎麼好像陷進去這樣 很醜 嗨 我是可恩 有沒有覺得今天的 拍攝背景有點不一樣了嘞 對 今天那些拍攝的地方 就是我的 Theraz的家 就是我爸爸媽媽住的地方 這樣平時你們看到的家 其實就是我的工作室來的啦 這樣今天是9月30號 距離我媽媽生日已經過了 第9天了啦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有簡單 幫她慶祝了的 但是我一直沒有告訴她 我準備了一個 Surprise 禮物給她 這個東西喔 一直都很想要 但她嘴巴硬 她講不捨得嗎 很浪費錢 我媽就是這樣 其實她很想要 很重耶 蛤 扛到半死 終於扛上來了 我們家也太小了吧 對 我媽咪一直就很想要有一台 按摩椅的 但是你剛才也看到了 我們家比較小 剛才進來都千金萬苦 而且我們是小康之家 根本就買不起10多千的那種按摩椅 但是多年以後可恩終於 長大成人 省時間又買到了一台 我是你個拐 沒有啦 其實是我乾爹 非常開心 跟Snowfit合作 讓我媽媽 有一台按摩椅 那這一台呢 叫做 Snowfit Romeo Music Therapy 什麼叫Music Therapy呢 就是在你 massage 的時候 它會播放音樂 讓你更加放鬆 因為我媽咪呢 她本身就是有失眠的問題啦 像如果按摩的時候有音樂的話 應該是可以改善她的比較焦慮啊 失眠的這個問題 她的原價7,299塊 很貴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講 以這個level來講 在外面的品牌是賣這10多千的 這一台算是很白了的 其實最主要就是 Snowfit想要以最低的價錢 給顧客買到最大的開息 而且他們是2020年 馬來西亞online排名第一 賣出最多按摩椅的品牌 好啦 其實我從剛才就已經叫我媽媽 一留在房間 不要出來 打算給她一個surprise 看一下第一眼看到這個按摩椅的時候 那反應是什麼 我們現在去教她 阿民出來 三人利物 哇 你想來賣嗎 這個按摩椅 好貴咯 終於 你不是想說要按摩椅 很浪費錢 很浪費錢咯 不便宜咯 另外 試一下先 哇 好適合 高級的享受咯 買買好貴咯這個 好貴 非常貴 好貴 非常貴 三口錢咯 它其實是有兩個顏色 它就是一個是紅黑色 然後一個就是這個 藍色白色 然後再差一點頸邊 這樣子就很class 我家很樸實 所以應該要買一個新家 買一個更大的家 阿民這裡有給你夾電話的 你就可以二樓按摩 一樓開電話 OK 你按個按摩 咦 它這個東西其實是有無線充電 就是可以無線充電 一斗 有一個USB 你就可以按這邊 你就可以這邊充電咯 它現在還有兩個REMOD 一個REMOD 是這個 一個REMOD 是這邊 還有兩個看你要用哪一個 然後裡面有幾個模式 我們幫你try Music Therapy Music Therapy 是可以 阿哥會有音樂 可以耳朵旁邊出來 嗯 Morning Massage Morning Massage Morning Massage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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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有音樂 它這個是不是 這個按摩椅的特別功能 就是 有音樂 可以幫你 改善失眠 好像你比較放鬆 你就沒有這樣 掙扎 早上也可以 晚上也可以 晚上也可以 就是給你relax 晚上你零睡前 你可以relax 喔喔喔 你就停 腳底 現在在腳底嗎 腳底 腳底是怎麼感覺 現在倒了杯 然後倒搖這邊 它不會很痛 不會很壓力那些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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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就是腳板 是嗎 腳板按摩 噢 你最愛的腳底按摩 腳底按摩 我上一台是沒有腳底按摩 現在開始 慢慢夾直 它就是從腳板 慢慢往三樓 又下回來 舒服嗎 舒服嗎 舒服啊 現在開始大力了 哇媽咪很厲害喔 媽咪發現了 那個滾輪到哪裡 都已經懂了 現在在頭嗎 在景象這邊 對了 景象 然後它等下會往下走的 嗯 我看起來很爽的啦 真的很爽 是不是有想要替你媽咪起來 你自己坐下去 我很想叫我媽咪起來 然後我坐下去 它的按摩模式就是 從頭到腳板這邊 然後其實都包辦了 然後它很多這種airbag 它在這邊都是壓緊緊 我媽咪的腿啊 然後再放鬆 再壓緊 再放鬆這樣子 然後它其實還有heat的功能 就是會發熱 有些人手腳可能會比較冰冷啊 我媽咪啊 體會啊 冷冷這樣子 它會熱氣 然後給它熱這樣子 OK 現在是省實倒沙泡時間 當一個人處在最舒服的時候 他就是最誠實的時候 現在我要跟我媽咪來一個殘酷Q&A 我會問我媽咪一些喔 就是你們都不懂的東西 有可能我都不懂的東西 OK 我要問你六個東西啊 第一題就是 我最討厭吃什麼 你最討厭吃什麼啊 你最討厭吃辣 蛤 媽咪 你怎麼不了解我的 我是不吃辣 但是我沒有討厭吃辣 你不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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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多人想知道為什麼 我不要吃香蕉 那不管因為我不喜歡他們的味道 第二題就是 當初你有了我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不要 沒有想過 我就是要我 所以是爸爸爸爸不要 他沒有意見 Here I am 一男兩女 OK 為什麼我跟阿哥他們之間差這樣遠 因為身體太弱了 生不到 一直問那個醫生拿那個才敢勻啊 這幾年才有你 我妹身體真的很不好 她又有失眠的問題 然後她體很虛 所以她常常手腳病 這個按摩椅硬實在 OK 現在是進入第三題 第三題就是 你我們三兄妹裡面 你誰打的最多 哥哥咯一定是 為什麼是阿哥 男生很頑皮嗎 不聽講 做過你要打他咧 阿哥做過最壞蛋的事情是什麼 頭寫 頭寫 頭寫不是很正常的嗎 不聽話嗎 OK 我跟你們講 我媽咪打人喔 是很夠力的 衣架啊 筷子啊 椅子 有時候你拿到什麼 就直接丟下去了 你記得打過我最夠力的那一次 是做什麼 讀書的時候 一美 當點話粥 哈哈哈哈 再來拍拖 嗯 當初為什麼你沒有給我拍拖 因為 你愛讀大學 我愛你讀大學 就不可以分心 所以最後你沒讀到出來好了 嗯 所以我 所以你沒成功啦 所以我 我對你們嚴格就是這樣 所以我到出來 你們三個都OK 聽的話嘛 如果不是做非女非小了 打擾會很厲害的 我跟你們講 有一次 我給我媽咪抓到拍拖 最嚴重的東西 是 她把我全部那種 包包啊 衣服 我的書包啊 丟去門口 聽到我這樣 所以你是不是有做過一些 阿哥我又記得 他很厲害 我掉下去 垃圾堆那裡 沒有讀 給我看到他 裝正去 看走學 嗯 跟朋友一起 嗯 沒有用試管啦 因為我可以載他嘛 你載他去到那裡 我走到外面 就看到他 跟他的朋友一樣的走學 回到那個時候 掉他的絲包 因為他不用讀 我比較有興趣知道 丟了下去 誰去撿得上來 有人撿得上來 我丟去哥哥直接去拿咯 阿咪你知不知得 那時候你叫我不要拍拖的時候 你叫我分手 這樣還沒有這樣講到 叮叮叮叮 你明明就有 他叫我拿電話起來 然後講你現在跟人家講 分手 你要讀書 你不要拍拖 我們現在打電話給那個人 來驗證一下 媽咪現在我幫你換一個模式啊 他是有兩個remote control的 一個是這個remote control 手拿的 然後一個就是在這邊扶手的 但是其實我是比較喜歡remote control 因為他remote 你可以看到很大個screen啊 你要什麼你就可以自己選嘛 我現在幫你換這個疲勞恢復 就是你很累很累你走著新的家屋 你回到來晚上的時候你就按這個疲勞恢復 就是給你很relax的 他的按摩力度只有一度 然後氣囊是比較多 然後滾輪也是沒有的 是給你很relax 零睡前的時候 你去恢復一天的疲勞 舒適按摩你按下去 還有輕鬆按摩 還有背啊 肩頸啊 就是他全部都是set好了的一個模式來的 你每一天就可以try不同的 第四題就是 你曾經希望我長大是做什麼工作的 就是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我做的這個 希望你做 因為你講話很淋漓嗎 這個罷了 你沒有希望我 選美 選美啊 比較想啊 幼稚園老師啊 這種 老師還有ok的我想過 其他那些什麼 選美那些 做那個模特兒還是不要啦 好像 嗯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ok 所以現在是最後一題就是 我讓你最驕傲的事情 我人生最驕傲的呢 我這個女兒呢 我覺得是很本事 她一枚王生爬 她不會令我擔心 她自己的 什麼都是自己的 拿著自己的 做 所以我都不會擔心 你做這些 所以是不是 那些事情 全部都很成功 如果我不要分手 明依我不會分手呢 你不會分手 可能你沒有今天的成績 因為 你故事拍拖 你就沒有心機去做 做你 所做的 你 你讀完你的詩 你才有這樣的理想 其實你不要告白 你偷偷地拍拖 What 是啊 我知道的 在家的時候 讓我看到你 偷偷地聽電話 就不應該 因為我在這裡 我知道嘛 我出片看不到 我就是隻眼開隻眼開 我知道了 你媽咪的標準 拍拖 可以 但沒有被我抓到 你連阿姐 我都不可以 讀書的時候 說什麼 讓她知道 我也是一用 不要這樣做嘛 對嗎 最後一題 其實也不是問題 一些我想對媽咪講的話 但是 我不敢問這媽咪 我怕我媽咪想哭 媽咪等著你 看著我 我就覺得媽咪你很偉大 就是 以前 爸爸做很多事情 然後你一個人撐了整個家 然後 因為我爸爸是比較沒有看我們三個人的 所以從小到大 我媽咪就是沒有出去工作 就是在家工作 細生了外面很多的機會 就是在家工作 照顧我 因為我跟我哥哥差很遠嘛 我們之間距離我媽媽 照顧我的時間又更長了 她從來就沒有給過我壓力 就是 就是 以前我會覺得 這麼人家的媽咪 會叫她 你去讀書 你一定要考到90分 你沒有90分回來 不要見我 但是我媽咪不會 我媽咪就會講 你精密就好 所以我讀書 我就是真的是 不是為了成績而讀 我真的是為了自己而讀 因為我媽媽從小就沒有給過我壓力 到大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媽咪就問我 你要讀什麼科系 然後她講 你喜歡 你想讀什麼 我就想讀什麼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講 我想讀大眾傳播 可是那個年代 大眾傳播真的是 賺不到錢的 就是 讀爽 你真的 一群人讀 可能只有一兩個人會成功 但是我還是決定讀 我媽咪也沒有反對我 你們喜歡要讀什麼科 就你們喜歡去讀什麼科 希望你們 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我希望 我可以讓我媽咪講 真的 感受到我自己 都覺得很老實 也很老實 我又要感受一下 7,299塊的快樂 哇 原來這樣爽的? 我整個人好像陷進去這樣 現在好像做第一層級的飛機 有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可以到我用這個 腦部舒緩按摩 它就一直有 还有滚轮在我的脚板这样子滚滚滚滚滚滚滚 然后重点哦 我发现哦 它连手都按买的 有吗? 有看到吗? 我觉得很像Burgle这样子 夹着我的手 就整个人被吸住了 它是全身按摩 从头到手到腰到背到屁股再到脚板 好像有很多人在把我按摩这样 而且 开始了几分钟之后 我发现它会有拉筋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会夹着我的膝盖 然后它往下拉 那我试完了之后 其实我的个人感觉 我是觉得它的功能真的蛮齐全的 它一台7,299块的按摩椅 但是它的功能很像十多千的那种 而且你不用怕肥人他们没有办法坐上去 我派阿Ken坐上去看看 他现在会不会挤 你就脚踩上去 感觉会好像有点挤 会吗? 我本来以为上Transnational 其实坐上去像Plus Line的 还没有啦 像那个Aero Line 有机嘛 是那个手臂 可能那个粗光的手臂 就比较窄一点 坐上去ok啊 真的舒服哦 就如果说比较身型比较大致啊 像我们朋友那种Buy Doggy Law的 ok 很丑 还有后面这一块东西啊 如果你不但能吃力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放下来 然后整个个这一层 就没有直接碰到你那么痛 如果你是很吃力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 狠狠狠的给他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台7299的Snowfeet Romeo Music Therapy 有兴趣的话叻 你们可以直接去Snowfeet的show room 去test唷看看 我test不知道 你一test了哦 可能你比较比较好厉害叻 如果你们是觉得7299很贵哦 买不下手的话不用紧 Snowfeet他们其实还有蛮多款的按摩椅 有一些千多两千块就买到了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的哈 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你这个是最后了 你帮我讲一句话 你叫他们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 你叫subscribe订阅我订阅我youtube 订阅我youtube 不是你叫给人家订阅我的youtube 你跟大家 大家记得订阅他的youtube啊 OK咪你讲拜拜就可以了 拜拜 拜拜 放弃哦 记得订阅我女儿的youtube 成功了 迟点妈咪教你怎样用啊 妈咪已经会了 不是 OK OK我帮你按这个 有音乐对 开玩笑哦 这个你可以慢慢按 焦急按摩 很少哦 有焦急按摩 有脚板哦 OK 过来两个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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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也订阅我